云和吃了长衣的一个闭门羹,气鼓鼓地去找洛洛。 长衣也忧心,云和这身子刚恢复。 灵力又因为风韵魔气,而消散得差不多。 全靠浇珠之称,怀孕定然辛苦啊! 以前她那么听话,现在还凶我! 云和一说到长衣那坚定的否决态度,就忍不住伤感。 没事没事,云和,洛洛拍拍云和。 这个长衣,怎么当了尊主后越来越霸道? 云和不难受,我去帮你教训她。 洛洛还是像以往一样护着云和,说着就准备去凌双台找长衣算账。 此时的长衣也在和空明传信诉苦。 先生,云和这身体不如从前,怀孕他这身子怎么受得了? 你的单率也不是没有道理,可。 长衣你给我出来。 长衣还未看完空明的回信,就听到门外洛洛的吼叫声。 这是凌双台,你怎么可以再次造次? 造次。 我问你,你凭什么拒绝云和,他想与你有一个孩子,不行吗? 原来你是为此事而来,那就免谈。 云和看到洛洛当时气愤而去,怕他找长衣吵起来,一直跟在后面。 只是没想到,还真去找长衣了,看着眼前的场面,也只能先躲起来听一听。 为什么? 云和只是想要和你有一个孩子,怎么不行? 不行。 长衣不想和洛洛吵,转手要离去,没想到被洛洛拦下来了。 今日必须说清楚。 看到洛洛如此坚定,长衣感觉躲也躲不过去。 罢了,你可知云和的身子不能经受怀孕之苦,他灵力激进全无,又刚恢复好一点,怎么能让他再次辛苦? 这一字一句云和,全部都听见了,原来他的大尾巴鱼一直把自己放第一位,不想要孩子,也是怕他辛苦,可是他不怕,他想拥有一个和他的孩子,云和暗自下定决心,一定要说服长衣。 尊主,夫人在门外等候,罗索小跑到长衣边上告知长衣。 快让他进来。 你们先出去一下,我想和长衣说点事情。 长衣,这是我新做的点心,你尝尝,云和顺势拿起一块点心递给长衣。 好。 长衣,我想过了,你不想要孩子是因为担心我,云和说道,但是,有没有想过,我现在虽然身子已经恢复了,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走在你之前,你怎么办,没有孩子你岂不是很孤单? 长衣刚想开口,但是被云和止住了,你先听我说完。 这个孩子,不是我一时兴起想要,是我想要一个延续,我知道你担心我辛苦,但是不是有交人印记吗?你可以对我感知见知,而且,我相信我们的孩子,一定非常乖巧可爱,你说对不对? 云和扑扇着大眼睛看着长衣,长衣一时间也开始,也开始动摇了。 而且你看,空明雨落落有了木蝶,木蝶多可爱啊,你不想也要一个吗? 云和趁热打铁窑这长衣的一脚撒娇,好不好吗? 就算是北渊尊主,也受不了媳妇这样撒娇吧。 好吧,长衣终究还是答应了,不过,你怀孕开始,我让空明时常来给你把麦看看,我要一直陪着你。 好,那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哈哈哈哈? 只要是与你生的孩子,不论男女,我都喜欢。 男孩子就让他和我一起保护你,女孩子就我来保护你们。 那看来,一儿一女最好。 你说的,什么都好。 接下来,长衣也并没有特意避讳孩子的话题,两人一起期待孩子的到来。 三个月后的某天,木蝶现在越长越可爱,自从见过云和后,总是想云和,长衣有时候忙起来顾不得云和,他就跑去仙师府找洛洛,每次木蝶都特别高兴地要云和抱抱。 这天,云和在陪木蝶玩耍,突然感觉有点头晕,还有点反胃,本以为只是最近饮食问题,但却一直提不起精神。 这时,教人印记也感应到云和有异样,长衣立马放下手中的公文,赶去仙师府。 师父,长衣尊主来了,仙师府弟子,在门外通报空明。 先生,快去看看云和,长衣刚见到空明,就着急忙慌拉着空明往云和那走,教人印记感应到云和有异样。 房内? 洛洛正和云和在喝茶,在他们来之前,洛洛看到云和状态不对,马上让人把木蝶带出去玩,让云和坐下好好缓缓。 长衣,你怎么来了? 云和看到长衣也在突然有点惊讶。 他还是不担心你,空明走到云和边上,我来给你把个麦看一下。 云和伸出手,他怎么样? 长衣着急地问道,空明突然眉头一皱。 这麦像,他有喜了。 啊? 洛洛惊讶地叫起来了。 这? 不过,他灵力激进全无,现在全靠浇猪提供营养,还是要格外小心一点,不能太过劳累。 不然,届时生产怕会困难。 云和轻抚着自己的小妇,他和长衣有孩子了,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,让他久久不能平复。 云和也拉着长衣的手,示意他摸一摸,他们俩有自己的孩子了。 虽然长衣眼中不难看出担忧,但也有喜悦。 长衣,你不要太担心了,我没事,而且不还有教人印记,如果有什么情况,你第一时间也能感知到,马上来帮我,不是吗? 嗯,长衣点点头,将手放在云和的小腹上,感受着孩子的存在。 长衣,你出来一下,空明悄悄拉了下长衣的衣角,众人还在兴奋中,空明的眉头却还未舒展。 门外? 长衣,我刚刚话其实没说完,空明语气突然变得好严肃,其实刚刚给云和把脉,他的脉象虽不明显展露,但是我隐约可以感觉到,他怀的是双生子。 先生,所以你的意思是,长衣听到空明这么说,一时间无法接受,云和,他怀了两个孩子,那他的身子可怎么受得了? 你先别急,虽是双生子,但好在他现在身子从恢复后,未遭受过伤害,还有胶珠帮助,就是他后期可能会很辛苦。 先生,那他会怎么样,有生命危险吗? 长衣瞬间开始害怕。 生命危险倒不会,只要好好休息按时喝药,并不会有大碍,只是因为双生子。 后期,他可能因为双生子的原因只能卧床休息,双腿浮肿,无法自由下地行走,听到空明这么说。 对于长衣来说,无异于是晴天霹雳,他看着房内,刚知晓怀孕的云和那兴奋的表情。 既心疼,又难受,云和那么喜欢自由,后期连床都不能下,他得多无聊多难过。 但是他又这么喜欢这个孩子,他肯定不愿放弃。 长衣深思一番先生,这是暂时不要告诉云和,我会尽力用胶珠护住他们母子,也希望先生多帮云和调理。 你放心,我这没问题,可是云和终会发现,你可想好怎么和他说了。 并未,待过段时日,再告诉他吧。 他这么期待这个孩子,就随了他的愿吧。 云和自从有了孩子,也一改以往爱折腾的性子,每日在长衣的监督下,喝药,吃饭,调养,除了洛洛和三月不时会来陪云和聊聊天,其他的无关人等也从未来叨扰过云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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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